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原机码已经通过了12年的状况下 却放任这样一个矿场 在完全没有还评 完全没有真的 我们部落族人 土地所有权人同意的状况下 继续让它乍山开采 那我们要说 这一个矿场 它其实位在非常多的环境敏感区 它的矿场跟我们部落族人之间 只距离了300公尺 可是中间有两条土石流浅是溪流 有中央地调所公告的 山崩与地华地质敏感区 我们的族人 每天都生活在恐惧跟威胁里面 新城山下的我们的可怜的原住民同胞 是看到电视才知道他们上面的杀又被展颜20年要继续挖了 然后我们问政委啊 你怎么可以把法律踩在脚底下 他说这个事情不是护航亚尼啦 是通案啦 各位不是为个案量身定制 是所有展颜案都适用啦 意思是说他不是护航亚尼 他是所有的矿业业主他都要护航 我们为了我们祖先的所居住的地方 我们不惜今天从我们的部落来到这里 许多族人可能是第一次参与 今天我特别想要先唱一首歌 送给小孩子 一娃娃 你娃娃 一个女娃娃 她有那鼻子 也有那眉毛 她有那眉毛 眼睛不会眨 你娃娃 眼睛不会眨 你娃娃 你娃娃 一个女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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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那鼻子 也有那眉毛 她有那鼻子 也有那眉毛 嘴巴都说话 我们地主跟主人完全不知道情况 展元了二十年 还要展元二十年 现在我就已经要到地下 还要展元二十年 我们经济部 我们环保组 我们什么都通过 为什么 这是我们政府可以做的事 就是立即撤销 雅尼的这个违法的展现处分 然后我们再来谈要不要还平 我们再来谈矿业法要怎么修 只有先停止了这个错误 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想象 明天可以怎么样继续 今天我们看到雅尼的事件 政府行政院要求经济部 经济部来说明清楚程序有没有问题 最后经济部就说我们一切合法 但合法不合理啊 合法的东西为什么会造成今天我们这么大 大家的反弹 我们在凯道今天是第123天 但是在第100天的时候 这个国家跟下暴雨一样的暴力 暴力把我们轻走 我们现在目前是在台大医院捷运站1号出口 继续希望可以跟这个装饰的政府 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对话 希望这个画设办法可以画对 不要这样一直要画错 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想要改变 用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价值 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想要了解 古老的歌在哪里诞生 也许有一天 有一天能画出叫 他想要远的 最要远的路 也许有一天 有一天能跟随你的脚 他想要远的路 改变路信 不如马哈 不如马哈 回家的路 让风吹着你的长发 让眼泪盡情地流下 可静情静静静静静地畅扬回家吧 回家 让风吹着你的长发 让眼泪盡情地流下 可静静静静静的畅扬回家吧 也許有一天 你也很想要離開 繁華的城市 也許有一天 你也會想要看見 媽媽說的那兒是像天堂一樣的想像 也許有一天 你也會想要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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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的路 让风吹着你的天堂 让夜静静的游向 和静静静静的长阳 回家吧 回家 风吹着你的长阳 让夜静静的游向 让夜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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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